香港的正常狀況和新加坡的狀況 我們不想跟新加坡相比 但問題是別人比較開心 我們沒有人會追蹤 因為你口多 你就說Monkey see monkey do 我們都要去講 現在新加坡是這樣的 三千多宗 三千六百九十九宗確診個案 十宗是死亡的 十宗死亡 其實在這幾天就爆得很厲害 香港是1016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基本上今天所有的案件 都是外遊回來 應該是四宗 新加坡是倒進的 新加坡現在所有的案件 是他自己本土的 即是那些人不是外遊 不是因為他到別處回來 是本土的社區爆發 是本土的外勞社區爆發 是本土的外勞社區爆發 外勞 其實在外勞社群裡面 是爆發得最重要的 他們反映到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暫時沒有外勞 有非法勞工 那你也可以算是非傭的 問題就是 他非傭本身聚集的情況 大家都害怕的 有一段時間 但是 那個情況不同 是怎樣呢 現在我想一般很主流的解釋 就是 因為香港人不信政府 即是香港第一天已經不信政府 所以大家都很主動去想一下 怎樣搞這件事 那一主動去搞 其實很多辦法 或者很多去保護自己的措施 是出來了 還有可能是超過的 有很多方面 香港的外國人群都說 香港人們是很憤怒 但是 你不要說他們是憤怒 他們是 起碼香港做了一件事 就是 在兩波的爆發裡面 是有飆升的個案 但是它回落的速度 是比任何國家都快 它和那個死亡率是相對較低 我經常突破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知道人後發展的狀況是怎樣 在德國已經是 德國就這一日的飆升 就去到三千多人死了 但是相對於在意大利和它周邊的國家 仍然是低的 好了 那現在 現在要去解釋一件事就是 即是 新加坡本身 如果你在那個去年 這個送中 即是這個六月之前 其實大家不能比 那邊就是天下太平 什麼事都沒有 即是一個經驗 那麼 到疫情初頭 其實大家都 即是 起碼在我心裏 我也有一個估計 就是 新加坡會處理這件事 會相當之有效率 因為它都封關封得很快 很快 其實是很快 但問題 原來 槍套的結果 就是原來兩邊是相反的 那我們要嘗試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 其實新加坡的問題 我講了很多年 它表面上是一個相當之穩定 相當之安全的國家 但是其實它一直有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人民去依賴政府太太厲害 因為政府太好 太好這個當然 太 reliable 太 reliable 特別是在李光耀那個時候 這件事就變成了它的弱點 即是它的強項就成為了它的弱點 就是在一個突發的情況 當那個政府的領導人 他本身出現了一個 判斷的錯誤的時候 人民是不會反應的 他們跟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 就是人們太聽話 聽話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太好 這個我講的不是我們的看法 就是他們的看法 那是objectively是好的 還有現在這個疫情底下 全世界所有政府都被 所以為什麼WHO現在被人追究責任 就是全世界所有政府都被他們掀獲金 我覺得在香港人的角度看來 這件事是相當有責任 我們就不會被世衛線 因為我們有陳馮富珍先禮 即是他都能做到世衛總幹事 我們覺得這個世衛是不可信的 我想這是一個good feeling 是good feeling 這個雞珍都能做到世衛總幹事 世衛一定是留的 就是因為他留的 所以在這個武漢疫情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晰是12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勒 因為我跟其他看外國朋友談過 他們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而且都不知道 蛤?有疫情? 他們會覺得好像沙士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感覺就不是 其實我們 起碼我自己的good feeling 這件事會帶來香港 所以大家會有一個很 alert 心態去面對這件事 就是因為你alert或者所謂的paranoi 就令到香港人有這種心態去應付這件事 去預防這件事 去預防這件事 雖然醫護人員罷工 是收不到那個預期效果 沒有令到封關 但是他有一個另外一個客觀效果 就是政府不敢再完全亂來 因為真的會害怕 因為後面那個推測很簡單 就是如果當時政府不封關 而爆了大鑊出來 那些人就很清楚 這個責任一定在政府裏面 那現在不是政府做得好 而是因為這個政府做得實在太差了 大家有一個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要靠自己 吃自己 不吃自己是一個粗口來的 所以你不要說 吃自己的意思應該是masturbation 很多人特別年輕的人不知道 所以我聽過一個成熟的女性 是說過這件事 其實她是不知這個說話是為什麼的 所以是靠自己形成這樣 我這個論點其實我講了很多次 但我想在這裏返回一個項目 就是講一個項目 我不知道新加坡人民 經過這件事 他有沒有反省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人民是不應該信任政府的 很難的 我想對新加坡人是很難的 因為我認識很多新加坡朋友 他們覺得政府是絕對可信的 這個可信的意思是有兩個層面 第一件事就是 你必定有一個基本的信念 政府是可能說謊的 在新加坡華人裏面的儒家思想是否能做到 那個是很synical的 政府當然是說謊的 即是他們的心態 政府說謊是不奇怪的 都是為你好的 第二件事 政府未必是為你好的 第三件事是什麼 因為政府可能突然間是廢了 即是一個原本很聰明的人 或者似乎很有效率的人 他在一些重大事情 他可能做了一些錯誤的決定 李光耀就好像他一直都沒有 但是不代表李顯龍沒有 那你接下來會不會想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李顯龍之後會怎樣 李顯龍之後那些繼承人 他能不能做到前兩代的人的水平 又或者整個政府 會不會面對這些不斷突發的 全球危機事件裡面 可以每一次都可以拿裂 因為那個全球危機不是一本textbook 它不是一本menu 就是這個網友發言 我可以在textbook裡找回以前那個 Model answer出來的 是沒有的 你每一個地方處理的方法都不可以相同 你德國不可以和意大利一樣 因為德國和意大利是不會受理的 是嗎 你香港的情況也不可能和新加坡一樣 所以你每一個地方本身 你要自己有一個對策在這裡 但是這個對策是不可以由一兩個人 他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去想出來的 如果大家都對那件事是有一個警惕的話 他們自己會有一個想到一個方向自己的言論 所以這次也有一個很明顯的一件事 就是這次如果我們能夠在疫情裡面 我們能夠保持到一個低的死亡率 和感染的數字相對低的話 這個一定不是政府的功能 一定是香港人經過那個血的教訓 就是在2003年那個血的教訓之後 自己想出來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節目 或者我們的節目在新加坡有沒有聽 特別是李顯龍應該聽聽 特別是他的老婆何禎 就很支持香港的警察 他就收到台灣的口罩之後 他就說一聲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有 有 你都看得很清楚 其實他在整個中國和中華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上 他已經表態 他對這件事是有立場的 他不會吃花生 我覺得他就很愚蠢 因為我們下面那一節就說到 其實中國對中南亞國家 這不是好東西 那這個不是好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這幾天 在網上看到一個事情 就是泰國和中國的網民 就是大家互戰 你可不可以簡單地交代這件事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過有些個別的聽眾 你還不知道 至少你要講到一個背景 什麼事呢 都是跟年輕人多 就是 就是 事源都是一個泰國的明星 這樣說 就是 香港一個國家 台灣一個國家 對 說到台灣 然後說 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國家 然後就引起大陸的網民 就說 第二把出征 要去聲討泰泰國的網民 就有一個 在Twitter上 叫Navig Hashtag 就是 都是關於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 理論上 就是相當之黎莊卓國 但問題就是 泰國人去面對這時 就是充滿陰脈感 就是 中國就說 你去支持這個香港的國家 或者台灣的國家 我們就侮辱你泰王 泰國的網民就說 你侮辱他 我們也不想 因為我不想 我們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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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出聲 就是 用一些相對比較幽默的方法 去化解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大家語文上溝通都不一樣 泰國那邊是用泰文的 泰國那邊是用泰文的 泰國有很多 其實中文 我這裡也看到 這個文章 就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 Taiwan is not China 他報導了一件事 就是很多年輕人 尤其是全世界很多年輕人 對於北京政權的警惕性 第一和第二 對於北京政權的反感 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年輕人 大家現在經常說 馬來西亞華人很親共 但是如果說馬來西亞華人群體裡面 年輕人和年長的一輩 他們的政治取代都是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好感程度 都是很大分別 根據這些統計上說 很多年輕一輩那些 他們可以說是受西方教育 始終都是相信民主制度 就是喜歡民主制度 但是羅一輩 尤其是不要說羅一輩的本土華人 但是馬來西亞華人 其他國家的華僑也好 他們可能受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他們那時候很有面子 你解釋到 因為我接觸過 我理解到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以前 如果在六十年代 事實上在東南亞有排華 最慘烈就是在印尼 馬來西亞都試過 泰國相對少 那時候他們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如果那個祖國 你這個祖國 就是你有你的選擇 你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強大的話 那你就不會被人欺負 他們有這種心態在 事實上他們也真的被人欺負過 在某些時候 但是對於下代來說 就沒有了這件事了 譬如說即使現在 你在加拿大和美國 大部分的地方 其實那個所謂discrimination 已經相對比以前不同 所以這個形成了 年輕一代和連續一代之間 對這件事的看法不同 特別是年輕一代 其實已經融入了社會 中文也不懂 有些當然 譬如有林書豪 再說回這些事情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大家不會 就是年輕一代 不會拿回歧視作為 為什麼要 身份認同建立 身份認同建立 我自己在外國見到華僑 自己的家人也是 他們對於自己的華人身份認同 是建基於恥辱上面的 我自己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我自己是有什麼文化構成的去建立出來的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都說 我覺得我只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被人欺負很多年 其實是他自己被人欺負很多年 可能是他自己欺負很多年 自己覺得被人欺負很多年 應該這麼說的 他的身份認同 是離不開兩個字 就是恥辱 是啊 那一說起自己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 新一代可能就會說 因為我文化方面 是跟中國很有聯繫 但是那些羅一輩 我跟他們都很難說到話 因為他們一說 就說 例如這個 八國聯軍怎麼欺負我們 日本人怎麼欺負我們 等等等等 但是我不是說自己讀過書 但是有時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某些歷史事件之後 發覺他們那些是片面之詞 和完全是自圓其說 很多時候人是這樣的 你特地要找一些你自己相信的東西 即是你覺得是證據的東西 去back up自己已經相信的東西 是啊 但是這件事 就不像我們說的那麼簡單 他後面就牽涉一些 真是很喜歡products的東西 那就是水源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就 剩下的努力那一節 就詳細講講這個問題